更多的国际相关内容 我们要用Google Trends带大家来热搜看看 看到我后面是美国的热搜话题 我们请欣宜来帮我们分析 好 登上美国热搜第二名的是 同样也是体育相关的讯息 是这个曼联对上水晶宫 排行第二名 香港同样也登上热搜的第二名 那我们来看到这是这个 鸿蒙曼联最近在英超的赛场上呢 他们对上的是水晶宫 而且曼联的状况非常的好 可以说是延续他们在卡拿世界杯的状态 他们最后是以2比1来取得胜利 不过这整个比赛的过程非常的精彩 所以登上热搜 我们带大家先来看 这个曼联呢 在这一战不只是 他们将近第十战的第八胜 同时也是主场的十三连胜 那么其实一开始 这场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曼联就非常积极的来抢攻 头号的箭头Rushford在第四分钟呢 就制造对手后卫手球 被判定12码罚球 所以罚球呢也顺利的破门 帮曼联在第七分钟 就先得分了 但是其实在两队比赛的过程中 也有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曼联的前锋 他先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 结果被对手给推到场边 那当然这个比赛过程中 发生这种推挤 双方的人马都是 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当然了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双方的人马就发生了激烈的推挤 那甚至这个曼联的中场大将 卡赛弥罗呢 也因为做出用双手架住对方颈部的动作 非常的危险 所以被判红牌提前离场 不过最后呢 还是以2比1胜出了 所以这个非常的精彩登上了热搜话题 看起来真的是很紧张 刺激哦 好接着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哦 就是Lantern Festival 就是我们所谓的元宵节哦 这个元宵节这天 心仪做些什么事情 吃汤圆 对吃汤圆吃元宵 这是我们这个华人的传统 好因为过完元宵节之后 就代表过年正式结束 真的是意义不舍 好那当然这个不止亚洲有这个庆典活动 其实欧洲的华裔社区也是蛮有节庆感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的热搜 也就是英国的南安普敦的市政广场 也在当地时间庆祝这个元宵节的活动 他们是由社区的组织叫做英国少林筹组 有上百人一同观赏传统的武龙武师 还有什么武道啊功夫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澳洲博物馆其实也有举办像是书法国画 中华戏曲面具啊折扇绘画等等之类的 所以其实外国人对于这个中华文化还蛮有兴趣的 看到这个武龙武师也可能特别的好奇 因此登上了英国的热搜话题提供给大家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哦 日本登上热搜的同样也是这个体育赛事 而且也是英超足球哦 那这个英超第二十二轮比赛在日前来举行的嘛 是布莱顿队上博恩·茅斯 那么在第87分钟的时候 其中一个登上热搜的就是这个 就是他了一个日本的球员 他叫做三詹薰 他登上热搜是因为他用投球得分 帮助布莱顿以1比0获得最后的胜利哦 前几天节目上我有讲 然后他说是被叫裹脚吗 日本国脚 他真的蛮厉害的 很厉害 所以会登上热搜其实就是因为 因为他脚很厉害 他自己也说他其实投球没有很厉害 就是用头的 但是他却用 不是这个头 没有没有是用头顶这样子 但是没想到用头顶球也帮他们得分 而且还赢了这场比赛哦 所以也登上热搜 那很多人问他说 这个问三詹薰说自己怎么看这一颗制胜球 那他自己也说他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的头球没有很出色嘛 但他很开心 他能用自己不擅长的技术 帮就是大家赢球这样子 那他有谈到自己的表现 觉得自己表现没有很好 但是对于结果是非常的满意哦 那我们知道其实他最近这个三詹薰 他的比赛状况非常的好 他连续两场都打进绝杀球 连续三场破门 那他帮助布兰顿出战的七场 贡献了五球一个助攻 那么布兰顿的主帅赛后也有回答记者说 这个三詹薰的表现非常出色 那他的关键认为说 其实是他的母亲哦 因为其实觉得三詹薰这一些特色厉害的地方 其实都是与生俱来的 就是捏特供的意思啊 对所以真的是要感谢他的母亲 也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 所以登上热搜话题 好我们看完日本 接下来看南韩吧 南韩的热搜关键字是一个人 他是叫孙献秀 蛮多人对他都蛮理解哦 因为他是南韩知名的喜剧演员 好登上热搜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哦 是因为他说他在今年十月 要跟小七岁的圈外女友完婚 哇大家非常的震惊 哇又是喜事一桩嘛 但是哦这个孙献秀在节目上就说 其实自己44岁 这44岁是韩国年纪 因为韩国年纪稍稍大一点 因为他们过完元旦就加一岁 所以跟一般就是我们认知上的年纪 稍稍可能会再大一点点 好他说44岁才结婚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追随好朋友 也就是演艺圈的前辈叫做普修红 为什么呢 因为普修红他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常常听到普修红说我不想结婚啦 结果他在去年自己就结婚了 然后呢这个看到孙献秀的时候就一直说 哦献秀啊你赶快去结婚吧 超赞的 好像对婚后生活很满意哦 所以孙献秀就说好吧 那我就跟现任的女朋友就是来结婚吧 所以脑波有够弱 不是买名牌 别人不结婚他就不结婚 别人结婚他就结婚 还是说他其实喜欢的是 哦不好说 好啦 他们两个人感情真的蛮好 真的是麻吉麻吉 那为什么会登上热搜 其实是他有一些争议啦 那其实这部纪录片他主要内容呢 是长达十年追访很多名这个英华女校的学生 有点像是记录他们的成长故事 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 但是最近其实这个纪录片面临了相关的一些控诉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控诉呢 是其中一个受访的女生 她叫做阿玲哦 那她就说她其实在第一次看到这个纪录片 就是已经成品了嘛 她就是情绪有点被困住了 她说她从头到尾都不愿意 就是也不同意以任何形式公开来放映这个纪录片 因为里面有她嘛 那她也认为说其实受访没有尊重学生的意愿 那她在她也有接受这个周刊访问 她里面就讲说她对于放映的理解 一直以来都认为是说只有供校内或者是筹款来用 而不是这个对外公开放映 感觉好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 她认为这不是她的意愿 那她也觉得说校方跟拍摄团队 并没有保护他们的隐私哦 那么其实目前呢 现在这个纪录片的导演 她现在也在参加一些卸票的活动 这个导演叫张婉婷哦 那她现在她目前也有及时向观众表示说 从2月5号开始给19岁的我这一部纪录片 就会暂停的供应哦 会跟校方来协议好 厘清所有的问题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安排 我觉得这也算是对给那个学生一个交代啦 对所以先暂停不播了啦 让她有一个这个稍稍缓和 或是沟通之后再有下一步 好我们来看台湾哦 台湾也跟元宵节很有关系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北天灯 南风炮 东寒丹 寒丹就是炸寒丹也啦 在台东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那我觉得今年特别的地方在于 过往我们自己因为疫情嘛 所以不能群聚都要社交距离 如果炸寒丹啊 风炮你怎么社交距离呢 对不对 所以睽違的两年这些活动强势回归哦 所以可以看到这几天的报道都非常的热闹 还有盐水风炮 没错没错 好 那这个台东的这个炸寒丹也的活动 在台东的海滨公园揭开序幕 有十位肉身寒丹 那台东市长这个陈明峰也打头阵 然后这个习俗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趋吉必凶 趋吉必凶 对 趋吉必凶 我没有讲错 好 那当然在2023年 今年的台湾灯会 也是睽違23年在台北举办 那也包含了这个 我刚才说的平息有天灯嘛 对不对 哇 那个一起飞 好漂亮 然后再来还有这个台南的盐水风炮 然后呢 这个台东的邯郸 所以整个台湾在元宵节之间非常的热烈 但像是风炮那边还是有蛮多人受伤 其实我自己也蛮想去试试看 真的 我其实会怕 我也会怕 但我也就是始终没有这个勇气 但有生之年就要去一次 感觉还是要体验一次 对对对 好 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新加坡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他们叫印度教的大宝僧节 那每一年大概登场的时间都是大概1月2月左右 那么在今年的日期是2月5号 其实跟台湾的元宵节是重叠的 但是他们这个庆祝方式其实差蛮多的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个大宝僧节其实是针对印度教的信徒嘛 那他们在这个大宝僧节之前呢 就会举行每天的祈祷会 然后要禁狱 而且要坚持好几周非常严格的要吃素 那么在大宝僧节的当天呢 非常的辛苦哦 信徒要穿上这个穿刺钢针以及钢线 然后还要扛着奶壶 然后还有插买羽毛装饰重达100公斤的一个叫做卡瓦蒂 然后他们还要赤脚苦行272步到印度教的寺庙 以示忏悔 那他们希望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救赎这样子 非常的虔诚 那么其实跟这个台湾元宵节一样 过去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其实很多大型活动其实都是取消的 那么在今年呢 疫情稍微比较缓和了 所以现在大宝僧节活动又 就是信徒又可以继续参与了 所以登上这个热搜话题 好 我们看到Google券之后 发现说不管是体育啊 或是一些地方的民俗的活动 都越来越popular 就越来越盛行 终于我们好像看到疫情的这个 慢慢真的结束 终于回归正常生活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